欢迎收看这期的GG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个新房子 这个新房子是休斯顿KT区 现在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新小区的小投资房的这种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售价是265,000美金左右 当然有的可能是28万多美金 有的可能是25万美金左右 这是因为这些新房子都可以按照不同的您的要求去做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套是265,000美金的 它有四个卧室 这个三个半洗手间 为什么我推荐这个 也是因为它有四个卧室三个半洗手间 在265,000美金的新房子 特别是好的区域的这种区间当中 这种四个卧室有三个半洗手间 265,000美金的绝对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了 因为26万左右 首先买新房子就非常的难 再加上它如果再有三个半洗手间就更难了 因为两个半洗手间才是这种小房子的标配 现在先让我们看看房子吧 你也看出来了 我这个装扮已经稍微冷了一些 但是我当时拍这套房子的时候 还是比较热的时候拍的 我这个视频我忘记发了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了 真不好意思 然后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 因为新房小区一直在建 所以这种房子一直会有 如果您有什么需求的话 可以随时打电话 或者是叫我微信联系我 现在让我们看房子吧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套房子 这是一个新房子 你看它的周边基本上是建完的 完善了的 但是它周边的这些小房子比较多 就它对面这一个是一个二层的 其他的 你看它比较小的房子 比较多在这个location里面 为什么我推荐的这个是一个两层的呢 因为这个房子是一个四个卧室 三个半洗手间的 它的功能性会比较好 让我们进来看一下 好 一进门 就是一个主餐厅的位置 这个房子有差不多2500尺的大小 两层高挑厅 四个卧室 这个房子是2500尺左右 两层高挑厅 还有四个卧室 三个半洗手间 你看它的这个厨房也很大 客厅非常的大 而且很通透很敞亮 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去主卧看一下 虽然这个房子标价不是很高 26万7千美金 但是这个房子做的 还是有很多比较好的房子特制的 比如说这个主卧的挑高是挑高的 不好意思 今天带着孩子 今天是个带孩子日 到了我们的主卧啦 主卧绣肉间 两个水槽 然后比较大的一个淋浴间 但是你看发现没有 这个主卧绣肉间是没有这个浴缸的 因为这套房子是一套别人选建的房子 最后那个人贷款失败又退市的 所以说这个选建当时就是当时的这个选建的这个人的一些想法 他把这个浴缸给去掉了 有一个很大的衣帽间 在一个2500尺左右的小房子当中 这种衣帽间真的是非常少 一般这种衣帽间很小 你看他把浴缸去掉了之后 那这个淋浴间就变得比较大 比较方便 好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整个客厅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一个纯新的2018年的刚刚建好的房子 位于休斯顿Katy南这个点 所以这边学区比较好 而且休斯顿Katy这个区的房价也是日渐变高 那这套新房子在26万7的包价的话 确实是比较低的这种包价 一上来就有一个Gameron 楼上虽然面积小 但楼上不是很紧凑 你看它的卧室和洗手间都是分离比较多的 这是楼上的一个全卧 全卫 然后这边有一个卧室 我们再往这边走看 第三个卧室 卧室的衣帽间 这边看第四个卧室 然后呢 这边 楼上有两个全卧 有两个全卫 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个 所以楼上两个洗手间 三个卧室 这种的搭配是比较好住的那种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新房子 现在我们去这套新房子的院子看一下 因为这种新房子的院子真的是 做得越来越小 所以现在的新房子的院子并不是很大 我带大家看一看什么样子 一出门先是一个小派丢 然后就是外面这个小院子 刚刚下完雨 一点泥泞 草会完全铺好再交给房东的 现在还没有铺好草 因为现在刚把这个房子弄好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院子 好啦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了 如果您对这种价位比较低的新房 又是比较好的区域的 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加我微信 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拜拜